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一大碗的米饭 然后鸡尾鲜虾 两颗鸡蛋 葱花 洋葱 还有蒜头 接下来我们把葱花洗干净切成小段 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将洋葱切成一片一片 还有蒜头切脆 首先将锅热开 倒入少许的油 加入切好的蒜末 里面一盐 稍微翻炒锅后 将牙刀 然后再加葱花刀 翻炒 等到虾差不多煮熟后 将饭倒入锅中 一起翻炒 加入少许的味精 腌 还有胡椒粉 细细翻炒 熬五分钟后 就可以拿起来 放入盘中 摆上盘后 一道香奔奔的鲜虾鸡蛋炒饭 就完成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一下的小铃铛 谢谢收看 谢谢收看 中文字幕后